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习近平主席以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和胸怀天下的时代格局 在2018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上 提出了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重大倡议 并在2020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宣布 中方将在福建省厦门市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 标定了金砖合作的新时代坐标 对于金砖各国共同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020年金砖国家第四届工业部长会议 中方提出来建立金砖创新基地的倡议 2021年金砖国家第五届工业部长会议 对中方在中国建立金砖创新基地的倡议表示欢迎 金砖创新基地是落实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重要举措 是推动金砖及金砖家合作的重要平台 将采取理事会、战略咨询委员会、实体机构三级架构运行机制 以工业领域创新合作为重点 务实开展、政策协调、人才培养、项目开发等领域合作 提升各国共同应对新工业革命挑战的能力 促进共同实现技术进步、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 自2020年12月 金砖创新基地启动仪式在厦门举行以来 伙伴关系、中方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共同努力 多次赴厦门实地调研 编制完成了基地建设方案 签署了不省市合作协议 组织召开了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组建了实体机构和运营团队 并在厦门举办了新工业革命领域系列论坛 比赛、展览等活动 福建省以及厦门市 紧紧围绕金砖国家所愿、国家所需、地方所能 开展了面向金砖国家的人才培训 实施了一批新工业革命领域的示范项目 金砖创新基地是金砖国家开放合作的新机制、新平台 中方将为金砖创新基地提供资金和场地支持 期待金砖国家积极参与、共商共建、共同赋能、共享成果 欢迎金砖各国优秀人才加入金砖创新基地运营团队 以务实合作、聚人气、促交流、助发展 让我们选手前行 共同谱写金砖创新合作 新的金色华彰